盘点被国家队开除的十位运动员 明明能靠实力吃饭 却偏葬送大好前程 有人未赚钱不择手段 有人违法违纪口碑崩塌 下面一起来看看这十位运动员都是谁吧 第十位 孔令辉 孔令辉曾经是国际乒乓球界的传奇 被媒体描述为乒乓王子 现在于国际拼联的世界男单排行榜上 依然是前列的位置 有着辉煌成绩的孔令辉 一度是媒体争相报道的体育明星 自从成为十方赛世界杯和奥运会 乒乓球男子单打的大满贯得主以后 孔令辉在乒乓球界的名声就更响亮了 这样的战绩 让孔令辉退役以后 直接成了中国女子乒乓球队的教练 在任职了七年以后 甚至晋升到了主教练的位置 明明看着是大好一片的前途 孔令辉却突然被暂停了主教练的工作 还被赵回国接受调查和处理 最后孔令辉被开除了 孔令辉被开除的原因很简单 在知其家参与赌博 涉及了违法犯罪的行为 国家队当然不能容忍这样没有原则 和底线的人继续任主教练的职位 第九位 张继科 张继科和孔令辉一样 也是荣获了大满贯的乒乓球运动员 甚至因为俊俏的外形和霸气的打球方式 被万千迷昧喜欢 张继科有很多打球的段子 都在网上广泛流传 甚至被日本媒体形容为帝国凶狐 可见张继科在乒乓球这项运动上 确实有着过人的天赋 这样的天赋 让国家队偏爱也让球迷们偏爱 也许就是大家的偏爱 让张继科逐渐迷失了自己 越来越多的负面绯闻找上了张继科 先是有记者爆料张继科为了还赌债 竟然出卖前女友的私密照 让债主拿着前女友的私密照去勒索前女友 后来记者继续爆料 张继科染上毒瘾未是依旧 欠下的巨额赌债以后还拒不偿还 日常却能继续开着豪车过着舒服日子 一桩桩丑闻被曝光以后 张继科在公众前的信任荡然全无 国家相关部门也对张继科展开了调查 处理结果是国家队开除了张继科 而张继科还要面临其他的法律责任 第八位 宁泽涛 宁泽涛曾经在100米自由泳 创下了国人参赛的新历史 摘得了俄罗斯喀山游泳试锦赛 宁泽涛也被国内的广大媒体捧成了明日之星 常年的游泳训练 让宁泽涛的身材拥有了八块腹肌 再加上宁泽涛有一张五官精致的俊脸 宁泽涛夺冠的消息被媒体扩散开来以后 就收获了万千迷媚的追捧 也因为这样 宁泽涛选择放弃游泳 转身前往娱乐圈发展 舍弃了游泳的宁泽涛 确实登上了年入千万的高峰 体育运动员的精气神却不复以往 为了广告代言拒绝国家队安排的游泳接力赛 也直接让国家队开除了宁泽涛 国家运动员的身份和光环也就这样没了 宁泽涛的颜值在国家队里面也许是上乘 可是在娱乐圈算不上特别帅气 至今宁泽涛在娱乐圈的发展也是平平 失去了运动员的光环 宁泽涛想要有好的发展就很难 盘点被国家队开除的十位运动员 大好前程毁于一旦 第七位 张锦文 张锦文曾经是国家队被看好重用的女排运动员 郎平对她寄予了厚望 可是张锦文并没有珍惜机会 反而对自己在排球方面展现的天赋骄傲自大 国家队对运动员的考核不仅有运动方面的天赋 还有私德方面的考核 而张锦文为了一点小事 在澡堂里面和工作的阿姨吵了起来 甚至大打出手 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 这样脾气火爆的运动员 就算有再好的天赋 国家队也不予录用 最终的结果是张锦文被国家队开除 并且永不录用 为了一时的义气 葬送了自己的运动生涯 也不知道张锦文有没有感到后悔 第六位 李东华 李东华是国家队的体操运动员 靠着惊人的毅力 从国家队走上了国际的比赛舞台 为国家争取了不少的荣誉 李东华在训练中的倔强和执拗 同样体现在生活中 结识了瑞士女朋友的李东华 觉得自己的真爱就是她 于是在没有上报国家队的情况下 选择和这位瑞士女朋友登记结婚 国家队有相关规定 运动员结婚必须上报 而李东华这种不经上报擅自结婚的行为 违反了国家队的相关固定 于是国家队对其做出了开除的处理 第五位 张尚武 张尚武曾经是中国体操界冉冉升起的新兴 也是真正草根出身的运动员 家里曾经穷到揭不开锅 张尚武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 一步步从并不十分具备体操天赋的运动员 到问鼎世界冠军 可以说创造了传奇历史 值得所有的体操迷崇拜 可是这样一个体操界的传奇运动员 最后被国家队开除 背后的原因挺让人心酸的 当时张尚武的爷爷病重 需要一笔不菲的手术治疗费用 张尚武借无可借 只能想到了偷 国家队的训练场地到处都是监控 张尚武两次偷钱都被监控拍到了 张尚武也被送去法办了 触及刑事责任的张尚武 国家队自然只能开除他了 你知道被国家队开除的十位运动员都有谁吗 你认为谁最可惜 第四位 王盟 王盟有着极强的综艺感 再加上其东北人的幽默感 退役后在娱乐圈录制综艺节目 受到了不少观众的欢迎 大家都知道王盟在短刀速滑取得很多傲人的成绩 可是鲜少有人知道 王盟曾经两度被国家队开除 国家队第一次开除王盟 是因为王盟问队友借钱 数额高达一万元 而且借钱的目的只是为了请客吃饭 触犯了国家队的相关规定 国家队只能将其开除 国家队第二次开除王盟 是因为王盟公然质疑短道速滑国家队主教练的战术指导 还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 直接影响了国家队的形象 所以国家队给王盟已开除的惩罚 王盟第一次被开除的时候 刚刚从省队调到国家队 而第二次被开除的时候 已经是奥运冠军的身份 可见国家队的规定不会因为运动员的身份改变而改变 不管多厉害的运动员一样要守规矩 第三位 白杨 白杨曾经是中国女乒乓球队的传奇 其擅长的左手红卧打法在国际上曾经所向披靡 本来有望在国际的乒乓比赛场上创造更多的传奇历史 可惜白杨是个恋爱脑 在国家队明令禁止不得因为恋爱荒废训练的时候 白杨依然和对象举止亲密 甚至因为恋爱影响了国家队的训练 在国家队内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于是国家队对其进行了开除的处罚 第二位 郭月 不到20岁就摘得了士庞赛的金牌 一度让郭月成为众人眼中的天之娇女 如果继续接受国家队的严酷训练 郭月在国家乒乓球赛场上 肯定会获得更好的成绩 可惜郭月还没在国际赛场上大展身手之前 郭月就被国家队开除了 当时孔令辉是中国女乒乓球队的主教练 给出的解释是郭月为人过于自大 因为自身天赋好 就经常不参加国家队的训练 每当孔令辉想要说服郭月谦虚稳重一点的时候 郭月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脱 国家队认为郭月这样的表现 会影响大队内其他运动员的情绪 再加上拒绝训练的行为 确实违反了国家队的相关规定 所以国家队对郭月做出了开除的处罚 第一位 告林 告林曾经是国足的运动员 代表中国参加了不少国际性的赛事 球技挺好的 却由于脾气火爆 公然在赛场上和对阵国家足球队员发生冲突 还大打戳手 才会被国家队开除 不管当初的冲突谁是谁非 在赛场上大打出手 已经是违反了国家队的相关规定 最终的下场必然是被开除 国家队对运动员们的培养是不遗余力的 可是面对不遵守规则和法律法规的运动员 国家队的处罚也毫不手软 管你是天赋多高的运动员 在赛场上获得了怎样的容易 就要统一遵守国家队和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